欢迎大家收听有声有途电台 我是主播齐幻询 今天带来的作品是 我是一个90后 青春永不想 我是一个90后 生活中开始接触 清醒色色的人 我是一个90后 生活在一个白切 与夜晚跌倒的时间里 我是一个90后 接到群体朋友 他们不再问你 考试考了几分 更多的是侨侃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结婚了没有 我 是一个90后 每天 我在感叹 有多少工作没有做完 而是开始感叹 房价 物价 长得有多快 并不再问你 摇签的画期 从各种网络游戏 变成车子 房子 票子 都会变成车子 我 是一个90后 偶然间 会有寂寞 偶然间 会想起 一个人 我 开始问问自己 你的目标是什么 却 一直没有 答案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